共享影评电影扎之三 正好男队黄宗泽的一波云界成为全片最大亮点 还记得电影扎之二吗 还记得那个剧情吗 重获的背叛的是三兄弟中的陈佳乐吗 在扎之三中陈佳乐依然是这个角色 依然是他在三兄弟中最豪赌 又不错热热实实 还害死了老爸正好男 扎之三的成本预算是200万港币 是2022年和扎之二一同拍摄的电影 只是仓底剧到了两年后的金街财上映 扎之二是90万 也就是这次在预算上增加了1000 目前扎之三在香港的总票房也超过了扎之二 票房现在已经突破了320万港币 在票房上来说超越了前套 那么现在就来聊聊张扎之三剧本咋样 张扎之三讲述的是一波云天的故事 而这个真正做到一波云天的人是郑浩南 他对自己的手下做错了事 他会原谅 在剧情一开始的时候 黄宗泽 陈佳乐 张继聪三人被人抢钱 三人打斗中分散 后来陈佳乐和张继聪就骗黄宗泽 钱被抢走了 但实际上是陈佳乐欠了赌债 张继聪妹妹做手术要钱 就这样吹了 那么黄宗泽知道这件事后 就帮助这两人隐瞒郑浩南 郑浩南就在叔父面前 答应搞定而搞定就是自己拿钱出来 但在这个时候黄宗泽交代了整件事 而这三个人因为抢毒品 也惹下了陶大鱼 视频网站的版本 比香港上映的版本要少十分钟的剧情 但是在这套男子后 要发展的剧情就一定是报仇 对于香港的古画仔的剧情 就是自己的好老大死了 忠心的手下就会去帮助报仇 其实故事的乔顿 是比较老套的 也看得出香港电影 想打造新的古画仔 叫胡琴的故事 所以黄宗泽 陈珈乐 张继宗 三个人就形成了新的古画仔 琴艺三兄弟 如果说跟过去陈小春 正一件的兄弟琴艺比较的话 那么抓直系列的故事 它是不连贯的 是每一部都是一个全新的故事 但每一部讲述的都是兄弟琴 江湖琴 张尚未的故事 陈大宇自从演唱了画仔的倒转地球 就重新翻红了 资源在香港也不缺 现在也开始游戏可拍 这次演坏人 你坏得够狠 作为古画仔的电影 最噬头的就是绝偶 而虽然说电影删除了十分钟 那么长的剧情 只剩下84分钟 最后的四把戏份 想必是删除了 不过黄宗泽 张继宗 陈珈乐三个人 出现在陈大宇面前的时候 很自然的郑后男以前的手下 就站到他们三个这边 支持他们 叔父的手下也支持 这样说开打就开打的剧情 才爽 因为如果古画仔系列电影 要开打的时候 废话那么多 就没什么意思了 当然扎直尔 在豆瓣的评分 只有4.9分 扎直尔 想必也不会太高 但是去看制作 去看剪辑 其实这部电影 还是可以看看的 至少它在质量上 比扎直尔好很多 至于黄宗泽 未来能不能成为电影主角 扛起电影票房 那还是一个未知数 但黄宗泽的电视剧 大家都会看 期待新闻女王 尽快拍完 最后吐槽下 1964年的郑浩南 1963年的陶大宇 看上去都比刘德华要老 比刘德华小 却看上去比刘德华老很多 看来他们没有好好的保养自己 但是他们的身材保养的 还是不错的 你给你带多保养自己的 留学 看你带多保养自己的 你带多保养自己的 那